这是一架没有目的地的飞机 也就是传说中即将发生意外的轨迹 在这架飞机上不仅住着恐怖的阿飘 而且这架飞机还没有灯光 稍有不注意就会和阿飘撞一个满怀 几名乘客看见阿飘后 当场就被吓破了打 急忙转身往身后跑去 但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却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 小伙见状急忙想要去扶她 可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只见女孩的眼神开始变得煞白 紧接着她就在小伙的面前 表演起了失传已久的社会谣 很显然 此时的短发妹已经被阿飘附身了 吓破胆的小伙直接拎起灭火器 就对着她一阵猛敲 送她去了西北 直到在这个时候 翠花才说出了这架飞机的真相 原来就在十几年前 她经历了一场离奇的空难 为了自己能够活命 她自私地把舱门关上 飞机里所有乘客都领了盒饭 只有自己侥幸活了下来 听到这里 机长助力彻底地崩溃了 在她的眼里看谁都是阿飘 她直接拎起斧头 就在这时 飞机也开始笔直地朝下飞行 大壮急忙抓住方向盘 使出吃奶的力气控制飞机航线 惯性的是 经过一阵速度与激情 飞机平稳地降落到了地面 机舱上仅存的几名乘客被成功救出 可诡异的是 就当所有人走下飞机后 翠花却选择了留在飞机上 原来 在刚才的事故中 翠花早已经死去 而她选择继续留在这架飞机的目的 则是为了迎接下一批倒霉的旅客 明文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